各位朋友大家好 古人云治大国若喷小鲜 意思就是说治理国家就和喷煎小鱼一样 它要小火慢煎 不能随便的翻身翻动 乱翻动就会把小鱼给翻烂了 所以治理国家也特别小心谨慎 不能朝令膝盖翻来覆去的瞎折腾 在习近平刚上台2013年的时候 他还说他要谨慎执政 当时习近平说 对我来讲 人民把我放在这样的工作岗位上 就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牢记人民重托 牢记责任重于泰山 要有如李薄冰 如林深渊的自觉 要有治大国如喷小鲜的态度 丝毫不敢懈怠 丝毫不敢马虎 可是习近平上台没几年之后 他马上就把这个治大国如喷小鲜的格言给忘了 开始翻来覆去的瞎折腾 有人形容说 习近平治国就像是翻烙饼 翻来覆去瞎折腾 一边闹胡了再翻过来闹 大家都还记得在新冠疫情的时候 习近平出台了全世界最严格的疫情管控政策 动态清零 可是等到后来发现动态清零搞不下去之后 习近平又180度大反转 完全躺平放开 又出台了全世界最宽松的疫情管控政策 这是一个典型的翻烙饼治国 翻来覆去瞎折腾 同样在房地产问题上 习近平也是翻烙饼治国 翻来覆去瞎折腾 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 北京就出台了对房地产严加监管的三条红线政策 之后又连续出台了贷款集中度管理 集中供地的新政策 大大打击了房地产企业 当时的媒体评论说 房地产行业的土地红利 金融红利时代已经过去 房地产正进入史上最严监管时代 在2022年的时候 北京金融部门继续强调 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坚持不将房地产 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 持续落实好房地产长效机制 加快完善住房金融体系改革 所谓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 就是金融部门不增加面向房地产的融资 不靠房地产来拉动中国经济 对房地产要进一步的严格监管 当时对房地产的严格监管 不仅是房地产商很难得到银行的融资 一般老百姓向银行贷款买房也变得非常困难 在银行房地产贷款集中管理的制度实习以来 不少城市都出现了房贷额度紧张 房贷利率连续上调 以及房贷周期延长的现象 广州 杭州 苏州 宁波 武汉 合肥 成都这些热点城市 银行甚至还暂停了二手房的房贷 甚至有些城市还把新房的房贷也给停了 当时的媒体评论说 在北京对房地产强监管的政策下 房地产这块中国经济的压伤时将会被抛弃 预期房地产的融资难 融资贵 以及楼市的房贷荒将继续持续 在北京对房地产强监管的政策下 中国的房地产是迅速的降温 房价不断下跌 房地产商 房地产巨头的爆雷违约也不断发生 房地产一下从火热的盛夏进入一个冰冷的寒冬 然而中国房地产跌入萧条寒冬之后 对中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 可以说大大出乎习近平的预料 习近平现在发现 要救中国的经济就先要救房地产 所以到这个时候呢 习近平自己也慌了 他的政策来了一个180度大反转 房地产政策从史上的最严监管 变成了史上的最宽松 出台了历史上最宽松的房地产政策 试图刺激房地产止跌回升 这又是一个典型的翻烙饼的大折腾 从2021年出台历史上最严格的房地产政策 到2024年又出台历史上最宽松的房地产政策 这个从最严到最宽 间隔只有三年 这种政策的大反转大折腾 在哪个国家经济都是受不了 早知道现在要出台历史上最宽松的房地产政策 三年前何必又出台历史上最严格的房地产政策呢 如果三年前北京不出台历史上最严格的房地产政策 那么现在中国的房地产也不至于这么样的萧条 这就像先把人一棍子打倒 然后再送到一样你去抢救 这样的瞎折腾也是一个历史级别的载入史册的 最近北京对中国房市的强刺激政策 被媒体用史诗级来形容这次政策的力度 虽然说北京对房地产刺激的力度 已经达到史诗级的程度 但是经济学者们还是认为 这种史诗级的刺激力度根本不够 不足以拉动中国的房市回升 据世界银行估计 中国房地产投资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3% 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数字仅是5% 如果考虑到供应链的投入 中国房地产行业占中国的GDP大约达到30% 在这一轮的房地产危机中 中国就经常被比喻成上世纪末的日本 日本在19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 它就经历了失落的20年 所以一般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的房地产低迷将是一个长期的 而且将持续数十年之久 现在中国的房地产萧条 只是这个低迷期的开端 房地产危机是看不到底 习近平为自己辩解 他说经过40年的改革 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 好吃的肉都吃掉了 剩下的都是南啃的硬骨头 习近平的意思就是说 他的前任总书记江泽民胡锦涛 把好吃的肉都吃掉了 给他剩下的都是南啃的硬骨头 虽然说这么说也有一定的道理 但绝对不是习近平可以用来 推卸责任的理由 比如说中国的房地产泡沫问题 确实是从胡锦涛时代开始的 但习近平完全可以小心谨慎的 循序渐进的来治理这个房地产的问题 完全没有必要来一个翻来覆去的瞎折腾 一会儿推出一个史上最严格的 房地产监管政策 再过一会儿又推出一个历史上最宽松的 房地产刺激政策 这种政策上的翻来覆去瞎折腾 肯定不能让胡锦涛来背这个责任 所以我们现在都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的经济萧条其实才是开始 更大的经济危机在后面 中国的经济危机可以用当年毛泽东 搞大跃进的话来形容 就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甚至现在可以说是八分人祸了 因为发展经济和搞政治不一样 政治在一夜之间可以推翻一个政权 可是经济不可能一夜之间从萧条就变为繁盛 经济有他自己的经济规律运行 特别怕政治来干预经济 习近平这样的独裁者特别迷信权力 他以为他这个权力是万能的 可以用政治的权力来把经济给硬拉伸起来 就像当年毛泽东说的 打败国民党八百万军队难 还是练一千万吨钢难呢 我们打败了国民党八百万的军队 难道还练不出一千万吨钢铁吗 毛泽东这个说法显然就是把两个不能相提并论的东西 硬是放在一起相提并论 打败蒋介石八百万军队和练出一千万吨钢 一个是政治军事问题 另一个是经济问题 这两个风马牛不相提的问题 怎么能放到一起来相提并论呢 现在习近平和当年的毛泽东 其实想法也差不多 他们总是以为搞经济也没什么难的 只要他一身力下发挥中共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长 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这样狂妄的想法 也就让习近平越来越不知道天高地厚 他要用他所谓的习近平经济思想来领导中国的经济 现在中国经济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领导之下 不但没有什么大的发展 反而是越来越糟糕 而且还看不到任何好转的迹象 这样一来习近平本人也急了 他越是着急越是焦急 他越要翻来覆去的瞎折腾 因为解决经济问题 它是一个时间是需要的 就是说 不是说经济问题可以一夜之间解决的 少则五年长则十年 是要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但是这对于习近平来说 他等不急嘛 你要跟他说中国的经济至少五年十年之后才可能好转 你说习近平他能等到五年十年之后吗 他当然等不急嘛 这习近平一急啊 他就要用极端的办法来刺激中国经济 他就指望他这个极端的办法 可以让中国经济半年初见成效 一年大见成效 等于是用一种极端的虎狼药来治疗中国的经济问题 这种虎狼药的治疗 对中国的经济只能说越治越糟糕 而中国的经济越糟糕 习近平就越焦急 他就要用更加凶猛的虎狼药来治疗中国的经济 而又会出现更加糟糕的恶果 所以呢 现在人们对中国经济的期待啊 只要是不至于直线下坠的程度 就应该说可以烧高香 好 今天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